底下一个问题 他说弟子是做旅游工作的 有人给我们揽业务 我给他业务费 这个业务费就叫做回扣 这样犯贱吗 你有没有收解 如果没有收解 这个不是分解 所以这个要知道 那么现在这个回扣 好像每个行业都有 已经变成一种习俗了 大概你要是不肯个回扣 可能人家就不帮你拦生意了 那你想继续经营呢 你就不能不随俗 现在是这个环境嘛 你随俗 那希望你对这些人的时候 你也有好的东西帮助他们 把佛法介绍给他们 这就很好 送回扣 还要送佛法 你赌他 那么你经营这个生意 所赚的钱呢 多做一些好事 你像这个旅游的 搬旅游的业务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 应当懂得机会教育 这些旅行的人 多半都是会参观 寺院安堂宗教的这个地方 你应那么正确的理念 介绍给他 那你就做好事 你在这个地方 要做弘法立身的工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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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